我喝很真實 我下午有 下午在店裡喝 然後 哇 你有喝醉嗎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檢查 好 來 測一下 渾身酒氣的白衣男子 被遠景攔下時 看似乖乖配合 結果 5到10秒鐘持續 呼氣還不到5秒鐘 就急著離開酒測儀器 要他再重來一次 嘴裡不斷碎唸 好不容易 你不要動作 你不要動作 不是 有漏氣 你我自己講 你我自己講還是一樣 那是要放不下 或是怎樣 不是不是 要到完成 你不完成的話 他最後可以抽選 發現想技術性 躲掉酒測是不可能的 白男子認栽了 是0.59 很高喔 結果酒測值0.59 光聽到這個數值 男子也知道 公共危險行責 跑不掉 開始用爐的 一半喔 我據測可以嗎 沒有啦 剛剛就據測就要先講了 你如果沒有據測 那我據測啊 我現在據測可以嗎 要被上課了 拼命掙脫 不是客氣不客氣的問題 今天 今天 我講認真 沒有 沒有 今天 今天 你現在是現場的動員 你現在要動員 你這不行嗎 沒有你去就不行嗎 這樣 酒測還這麼爐 搞得破例是大人 也火了 酒測在我國 已經發生那麼多事情了 好啦好啦 你都已經測0.59了 你還這樣子 沒有 警察大人這麼一喊 男子才驚覺 待機大雕啊 乖乖配合 他也在當中 曾經問滿同仁說 他是不是持續這樣干擾下去 我們可能會 是不是就會放他走 喝酒開車 酒測值高達0.59 先是技術性要躲酒測 最後還展現超爐功夫 但喝酒上路就是不對 乖乖面對刑責 別再有下一次比較實際 記者蔡雙琦 賴不香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 全身製作 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 警察大雙琦 겠습니다 我們的支持